不听老人言 开心好几年 专业者脑洞大开 要花光积分兑换九万张空白符纸进入秘境 这可把做手秘境的老者给气坏了 一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说我全都要空白符纸 规则不允许吗 倒是没有这个规则 只不过 那我这三十积分便全部兑换空白符纸 有劳前辈了 你可别后悔 按照规则 你可以进九天秘境了 赶紧给我走 下一个 挑选先阵图吧 我选一张九阶 一张八阶 和一张二阶先阵图 还好第二名是个脑子正常的 脑子家伙与圣子已经将九阶先阵图拿光了 我要两张八阶先阵图 还有两张二阶先阵图 你看人家多正常 那个斗缺怎么就不听劝呢 直到后天中的地址都走光了 还有两张九阶先阵图没有被选择 前面那些家伙想当然的认为 斗缺会选那两张九阶先阵图 根本就没有想其他的可能 而按照规则 龙大人也不能告知后面的人 还有两张九阶先阵图没有兑换 医术中 龙大人脸都黑了 都怪那个斗缺 这要是留下两张九阶先阵图没放出去 今年这考核不是白闹了吗 你要兑换什么 我 我也不知道 前辈就帮我兑换最高阶的先阵图就好了 很好 这是两张九阶先阵图 你说好 我都排到这个名次了 竟然还有两张九阶先阵图 这什么情况 服了 这回算是失算了 九万张扶纸堆点庐山 若是放在平时倒也不算什么 可斗缺刚刚才发现 自己的空间戒指被秘境压制 完全打不开了 也就是说 这九万张扶纸堆 扔掉的话太可惜了 先都写成先阵图再说吧 时间紧迫 若是写不同的先阵图 太浪费时间了 但如果只写同一种先阵图 速度应该会快一些 那就全写八阶先阵图 天地没放 这阵法书写简单 威力也可以 果然 八阶先阵图号给的魂力 就是多 才写了八万多张 我魂力都快枯竭了 还剩下十张空白的符纸 就认真写下吧 我是想写造画 先阵图来的 可这怎么有点不像 算了 就算不到造画先阵图的级 也远超普通九阶先阵图了 应该够用 这些先阵图也太多了 罢了 先捆起来背着吧 接下来 该去寻找些天才地宝了 可是不能飞行 走路效率又太慢 不过 若是我强行动用灵气呢 果然可以强行撑开这镜子 强行撑开镜子倒是不难 不过这九天秘境很快就会被我撑爆 我这是来这里考核的 都已经劈死一个考官 变化人家一个考场 还是不要再毁人家一个秘籍 都缺无奈便背着小山一般的新阵图 朝着九天秘境深处走去 只是他不知道 他刚刚那一项 整个九天秘境那晚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了 九天秘境入口中 龙大人面无死灰 龙大人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过刚刚有一股恐怖的力量忽然出现 差点摧毁九天秘境 摧毁九天秘境 难道说是九天秘境的风际松动呢 若是那个东西现实 整个九月都要遭殃 既然如此危险 请立刻停止考核 先让里面的人都出来吧 停止 已经不行了 刚刚那一阵之后 我便尝试将里面的几个小家伙带出来 可是秘境入口似乎被封闭了 凭我的本事是打不开的 而且我认为 现在秘境内最危险的 并不是那封印之物 真正危险的是秘境内的那些妖兽 可恶 怎么这么倒霉 刚进来就遇见兽朝了 会知道这么会是 你树上还有多少闲诊兔 两张六阶 一张四阶先诊兔 你呢 一张七阶 两张四阶 应该够了 等一会儿那些妖兽再靠近 我用一张六阶先诊兔来震杀一波 若是不行 你就拿出你的七阶先诊兔 这才刚开始 就要动用其前闲诊兔 都什么时候了 现在不用 咱们两个都得死 还是你觉得能在那些妖兽攻击过来之前 就不制出阵法来 雪力够了 出手 一帮畜生竟然还想进攻我们 给我去死吧 出了 两个人族崽子 竟敢如此嚣张 仙尊敬的大妖 你不会是想吃毒是吧 已经有近千年都没有人族崽子进来了吧 我都忘记人肉是什么滋味了 三尊贤尊敬的大妖 酿 是汗不小 无法给你养捞了 别哭了 抓住我 这是 那是传送阵 赶紧拦住他们 可恶 都怪你们两个 竟然让他们给逃了 这也能怪我们 因为你自己出手太慢了吧 黑龙 你放屁 白小 你以为我怕你不成 大家同为妖族 何必内斗呢 九天秘境好不容易送了些新鲜的人肉进来 咱们应该以捕猎为上 否则你们在这里内斗 便宜了其他那几个家伙 岂不是亏了 秘境开启一次 一共也就那么几个人族崽子进来 九天秘境有这么大 哪有那么容易 能碰到新的人肉 白小大人 干什么 您 您看那边 那里还有一个人